说现在全球很多的国家要跟中国索赔嘛 那现在就说如果索赔不成 会不会到时候是用经济制裁的方式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 中国方面他们就是卖一些医疗物资给各个国家 结果呢给人家的货都是有瑕疵的 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趁火打劫来赚大钱 好 定于怎么看 中国已经告诉他们了 这个叫做符合市场原则 就是良心品质 这句话就告诉你一分钱一分货 你们只不过付了一个口罩57块钱 要买多好的东西 记着他买的是一般口罩 我们台湾5块钱的 他卖57块钱 还可以交出这种几乎百分之百不合格 芬兰一个部长因为这样下台 部长去押了200万份口罩回来 抽减率太厉害了 可以抽减到100%不及格 这个生产实在是赞叹你知道吗 然后中国自己还统计 他们这种低劣值的口罩厂 一个礼拜就可以回本 而那个回本的钱是来自于国外牺牲什么 你知道现在很多各国隐忍不发的原因就是 他们自己没有生产线 需要口罩 需要呼吸器 需要防护衣 需要隔离衣 那中国确实是这几个品项 世界最大的供应商 从这里也看到台湾在2月份做的决策 夺正确 我们2月份开始用国家队的能力 把我们的口罩从依赖中国进口90% 我跟你讲我们那时候如果没有提高产能 或者听某个天王说 傻逼才去升加这个生产线 我们到现在也要冷气吞声 我们90%的需求量原来是需要中国进口 我们努力花了20天 变成可以自给自足 到这个礼拜我刚跟沈隆金开完会 这个礼拜可以达到将近1700万到1900万的每日产人 这是台湾的能耐 所以我们先救自己之后 知道我们能力不足 扎扎实实把我们的产能提高之后 美国日本各大国都说以前看不起口罩防护衣 现在要求这个叫做战略物资 通通要移回本国生产 那中国现在赚这个钱叫做短期钱 现在他没有生产效能只好靠你 你还给我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觉得最经典的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号称中国的巴铁 巴铁的意思就是麻吉 就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人家给你订购N95你给我送那个凶罩过去 这叫经典 就是买口罩是为了防疫 不是为了戴好看 当你送过去的口罩 你的里面的不支部 党病毒的能力降到10%或30%的时候 挂的人以为安全了 结果就像欧盟宣布那句话 欧盟在这个礼拜警告 买中国出口的医疗用品 会有感染风险 也就是你花钱买的这个东西 你以为没问题了 就你带上去有感染风险 从防疫反而变成防疫破口 中国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而纽西兰是另外一个例子 纽西兰发现这个品质有问题 改向台湾买机器 所以我们出口的机器到纽西兰 他的那位总理去视察的时候 上面还扶出台湾的联络电话 886 那他现在拥有那个机台之后 自己生产 然后自己的人可以保护自己 纽西兰的疫情 他们在昨天宣布 已经可以溯源到每一个感染来源 已经控制住了 所以当各国开始自救自救 到有个程度 中间程度之后 中国这种劣质品发横财的方式 会得到报应 那个报应已经不只是求偿 而就是你made in china 你让世界没有信心 而这没有信心又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是一种求偿 另外去追查病毒的来源 中国现在已经慌了 他现在开始说 病毒来源查到我 你不可以给我求偿 他已经不否认了 他反而说 那经济萧条我也没叫你赔我 你股票跌了我也没叫你赔我 所以中国大概已经要赖皮了 所以两个求偿的路线 Navarro讲的是一个 利用灾难发灾难财 更深层的是灾难是从哪里导致而来 那个就用造作单位了 再加上日本这一次的纾困是一兆美金 他特别拨22亿美金 说只要日本的厂商要从中国生产线 测出的话 22亿美金用来补贴测出的成本 美国的Navarro另外一个搭配的财经专家 他也是提出来说 从中国测生产线回到美国的 测出成本由美国吸收 所以中国现在面对的是求偿 面对的是品质不良 性欲受损 这个也会求偿 而最严重的就是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 它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的世界工厂 在商研商 为了生意的稳定 backup 备源的产地 绝对不会是中国 那这个移出来之后 北京现在估计的是 有3000万的失业人口 有人是上看到5000万以上 那中国从美洲贸易战 到这一波的疫情 到一带一路的受到自走之后 他的金流跟失业率 会是习近平疫情结束之后 最头痛的事情 所以你看看中国 这个疫情源头在那边 然后他没有引力疫情 然后接着人家要跟他买一些医疗物资 还有卖给人家有瑕疵的 感谢观看